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其实就要从宏观上来讲 从宏观上来讲 就是说大家要锻炼自己的分辨能力 对吧 刚才已经说了有一些问题 还有一个呢 就是大家要从哪呢 多听啊 多听好的音乐 多听这些好的歌唱家的这些演唱 对不对 声乐作品 契乐作品 多去听一听 我们耳朵里边永远充斥的都是什么 都是美好的 都是正确的东西 那么一旦积累的够了之后 其实你们就知道说 拿过来一个东西 这个好像挺好的 这是很动听很美妙 拿过来有这个不对啊 这意思 对不对 那个是什么 这是靠我们平时的一个积累 多听好的东西 多听好的东西 好的音乐 好的歌唱家的演唱 还有呢 多听这个好的老师的分享 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就特别的好 就是我们只要想听的 我们只要想了解的 网络上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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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感谢现在能让我们很多的老师在现在相对有时间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做了很多的公开课 做了很多的和我们这些歌友交流沟通的这些时间和机会 对不对 对不对 那这个这个是很难得的 都别说大家在多少年前了 就是我们学习的时候 在我们刚开始学习的时候 如果说想找一些好的资料和好的演唱都很难 都要听光碟 那上网也不方便 现在多么的好 是不是 多么的好 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方便 对不对 那么 再有一个 一个点 我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在自己学习演唱的这个过程中啊 学习演唱的过程中尽量的不要给自己创造问题 这个很奇怪啊 同学们肯定会问 为什么叫什么叫不给自己创造问题呢 就是我是发现学唱歌的同学脑子都特别的聪明 啊 总是会在学习的过程中或者说看书的过程中在了解的过程中 找到一些自己呢 就是其实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他发现了这个名词 然后呢 就在自己身上实验 实验来实验去发现 哎 不对了 啊 所以我我这总结的一句话叫什么 就是说 咱们 演唱的时候 这个非常抽象的东西叫 遇到问题 解决问题 啊 没有遇到的问题 咱们不要去管 啊 不要去管 就是 不要创造问题 不要钻牛角劲 对 同学们 说的太对了 我觉得大家跟着我的思路往前走 是不是你们是不是这么学的 是不是这么学的 啊 嗯 然后呢 咱们咱们这个演唱的这个方法 咱们不分民族 美声和流行 其实我觉得都是这样子的 我们今天说了一个比较比较笼统的这么一个概念 是不是 那么 我们不能创造问题给自己 大家想我们是一个学习者 我们在学习的路上 在逐步的往前走的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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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 是不是 而我们不是 说 哎 我们已经已经非常棒了哈 那么我自己要给自己这个这个呃 我在教课 比如我在教学生 我找一些问题来告诉学生 这不对 那不是 我们自己是一个 大家想啊 我们要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很正确 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一个学习者 我们在路上 在路上的时候 大家最怕的就是 有一些 这个这个这个旁 旁之错节来影响我们前进 我们就要盯住目标 这个对的 或者这个好的 我就这往前走就行了 别的我不管 是吧 那么 遇到了问题 那只是我的问题 比如说 我的气息老是不好 哎呀 一一一唱歌就提 那么这个是 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就去解决我的气息问题 啊 那我降猴头降的特别好 啊 我的猴头的摆放位置和和歌唱的状态都很好 那么 你就不要再去想猴头的问题了 是不是同学们 啊 很多的 进步慢啊 很多的这个同学进步慢是什么呢 就是说本来气息不好 然后猴头很好 但是 他发现 哎 别人怎么老说 他猴头不好 那我是不是也有问题 那老师我猴头有没有问题 我怎么怎么样 一下子 其实没有问题 你就万一有问题了 你就变成有问题了 是不是 同学们 所以说 不要创造问题 啊 啊 预讨问题解决问题 不要创造问题 不要钻牛角尖 没有那么复杂 没有那么复杂 那唱歌 那唱歌难不难呢 不容易 唱歌真的不容易 但是在学习的过程的时候 大家不要把它想的太复杂 啊 跟着这个 跟着自己的这个 跟着自己的老师 跟着自己的认可的正确方法 刚才说的正确的审美 正确的判别力 根据自己判断的这个是正确的道路 我们就跟着这条路往前走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啊 难是难的 我们在在这条路上走的时候 也会遇到一些 我走不通的 我遇到勾勾勾勾 遇到了一些 莫名的问题 因为它是一个感觉的东西 它并不是 并不是说看得见摸得着的 它非常抽象 所以说肯定会有 啊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也是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一个呃 一个一点点的心得 啊 如果同学们有这个问题 我希望今天就抛开很多的 这个复杂的这些想法 啊 简单 我再分给 分享给大家三个词语 简单直接照着做 啊 简单直接照着做 对不对 啊 就是大家 千万不要把自己 变成一个什么呢 杂家 杂学杂问的杂 杂家 啊 什么都知道 啊 比老师知道的都多 啊 哎 面罩 哎 这个猴头 气息啊 烟壁什么 都比老师都知道 大家不要变成杂家 变成什么 变成专家 啊 你们要专一的往前走 所以说我还是有一个理论 叫一条道走到黑 这个非常重要啊 认可一个方向 认可一个方法 就往前走 一旦我们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能力逐步提高了 我们的判断能力更加强了 是吧 越来越强了 这个时候 大家再去琢磨琢磨 哦 张老师这一个好像对我有帮助啊 李老师这个对我也有帮助 是不是 那个是在我们有判断力 有一定的基础之后再去想的 啊 大家 首先认不认可 艾老师说这些说法啊 其实我们去观察这些成功的歌唱家啊 你说这些歌唱家 他们 学了这么长时间 有多少的老师呢 有多少的老师呢 啊 我觉得不一定很多 不一定很多 可能就那么一两个 啊 然后 然后两三个 对不对 就 就足足的够了 啊 反而是我们这些歌友们 还有这些咱们的这些 呃 爱好者同学们 就是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呢 嗯 想法 还有 这个这个 老师太多 是不是 就是 这都是爱老师的肺腑之言啊 就是 一定 要 明确方向 大好基础 然后再去 听和研究更多的 更深奥的一些东西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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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是 也是我分享的一点 呃 那么 大家 所有的 我前面说的这些东西都做的比较好了啊 就是都明白了啊 都都 哎 按照这个方向去走了 那么 下面进行演唱的时候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 就是大家 你们认为 好听的 你们认为 呃 这个 呃 怎么说呢 就是就是希望的 希望 我希望自己是那样子的 这些 我希望自己是个男高音 我希望自己是一个男低音 啊 不一定 你们能成为那样子的歌手 啊 不一定你们能成为那样的歌手 什么意思 就是要明确和确定自己在演唱时候 你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 呃 角色 啊 简单一点说 就是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声部 声中 啊 我是一个 男高音 我肯定不能唱的像人家男低音的吗 有厚度 结实 啊 这个肯定不可能的 那么我如果是一个男中音 我也不可能像人家男高音 啊 那么 轻松自然 声音那么明亮 对不对 所以说 我们真正在进行演唱学习的时候 第一步 就要确定自己是什么样的声部 同学们 同学们 这个特别重要啊 特别重要 很多同学啊 唱了好多年了 或者学了好久 好久 好久了 唱的都不对 总不进步 或者总一一唱就破 或者一一一一破就就难受 一难受又调 调来调去也不对 为什么 就是我们的声部没确定好 女声也是一样的 本来是个女中音 但是就喜欢 女高音 天天那么唱 肯定唱不好 肯定唱不好 所以说 大家在进行学习声乐的这个过程中 第一步要确定好自己的声部 自己的声中 然后 再进行 学习和训练 你会发现事半功倍 因为什么 因为找准了自己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有的东西不是越唱的越高越好 不是唱的越低越好 合适才好 在自己本声部内容 本声部的内容里边 然后 把这个音色 把这个状态 发挥到最好就OK了 那么 这个就是我们 演唱歌曲 学习演唱歌曲的时候的第一步 前面那个是我们宏观的 要审美 要学习的方法和路子 那么后边我们要进入学习的过程中的时候 大家要先确定一下 自己的 声部 对不对 同学们 认不认可 可能 可能是理论的东西多 但是我觉得还是 应该是 大家能明白的 这也不难 我只是把我遇到的问题和我看到的问题梳理了一下 跟大家说一遍 如果说大家 如果说大家这个能通过我的梳理来把自己这个学习的这条线路啊 给它规正 少走弯路 就OK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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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